这部电影的画面太惊人了 已经上映就在美国迅速爆火 在电影的最后20分钟里 白宫被炸 DC沦陷 反抗军辅助总统 自由的美利坚合众国 在一场内战中轰然崩塌 它就是电影《美国内战》 电影《美国内战》讲述的是在不久的未来 美国爆发了一场全面性内战 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脱离联邦政府 组成西部反抗军攻打白宫 此时的美国四分五裂 暴力行为横行街头 在面对你是哪类美国人的提问时 一定要谨慎回答 因为只要一个不小心就会吃强子 影片以战地记者的视角 开启了一段黑暗有惊心动魄的旅程 并在最后见证延续了 300多年的历史崩塌的时刻 电影一经上映 就在美国引起了剧烈的讨论 值得一提的是 电影《美国内战》的北美首映日 宣定在4月12日 而163年前的这一天 被称为南北战争的美国内战爆发 因此有很多网友把该片 称为今年最炸烈的影片 同时 影片上映连续两周 雄居北美周末票房榜黄首 目前全球票房突破1.1亿美元 电影《美国内战》 不同于传统的战争片 它不仅聚焦在战争上 也对在不同区域的人 对战争的态度进行了刻画 例如主角团经过了一个加油站 遇上了武装的民众 又例如他们经过一个平静的小镇 这里没有尸体 没有暴力 似乎恢复到了战争前的平静 男主随意走进了一家商店 可当他们走出了外面才发现 一切都只是表面上的平静 一看小镇后 主角团又经过了一条公路 他们被逼停在路边 遇到了两个去击手 其实整部片子都拍得很克制 它不是那种只会突突突的战争片 它的恐怖之处在于平静中的突然爆发 有些甚至是毫无预兆 根本不给你一点心理准备 只有大荧幕才更能感受到这种极致的轻松 它带来的震撼和效果 是手机这样的小屏所无法比拟的 其中 新京嘎那影帝杰西普莱蒙的表演 也令人不寒而栗 在它出场的短短五分钟里 整个场景都没有转换 甚至连音调都保持在同一水平 就是这短短的五分钟 却打造了影片里最紧张的一幕 除了有演员的加成 这种惊悚感也来自于导演亚历克斯加兰 对于场面的调度 可能说名字大家不是很熟悉 但它导的第一部作品 你大概听过 即写机 还有科幻惊悚片《烟灭》也是它的作品 而熟悉电影的影迷朋友应该早就知道 该片是由A24出品 去年航扫奥斯卡的《瞬息全宇宙》 就是由A24打造的 A24作为一个颠覆好莱坞的独立电影公司 往往把目光聚焦在更深刻的主题上 电影《美国内战》更是如此 它除了有战争残酷的一面 同时也有对战争的思考 片子我替大家看了 结局非常震撼 总统竟然在最后被枪杀 不得不说实在是太敢拍了 但这中间记者团又会遇到 如何惊心动魄的故事 如果你只想看托托托的《战争》片 请最后20分钟走进电影院 如果你想更深度地思考和了解战争 一切都将在6月7号揭晓 让我们一起到影院见证 感谢观看